是真的喔,佛在讲的时候,因为都是没有能讲的我相,也没有所说的法相 所以每一次这个讲的都是从性分流入 所以讲了四十九年,那个弟子说我们怎么来处理你这个四十九年所讲的内容 佛说我一个字也没说 为什么?因为从性分流入,出力就没用 他不会说去寄的我说什么 那我们最不容易的,你之前就怎么说不? 这个叫我们众生的习性 都记得牢牢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,很不容易就是说 讲出来没有我相,说出来没有法相 真的不容易,很不容易 可是只要我们努力 很努力的,把那个很努力的心抛开了,就不注向了 就正确了 很努力的,不把努力抛开,你注向生命 把努力抛开,很真的很努力,把努力抛开 就进入不胜功了 空差很小,很小,都不大 有时候,在骂牢牢,你如果要听到别人耳朵 那个就是助向 那你如果说,这些是我的工作 我本分里面的事,我赶快洗干净 没有啦 是不是差很小 心境上一个念而已,一个转念而已 所以差别都不大,差别很小